用这张原型图 这主要是为了要去说什么事情 就是想要去说 哪一个国家是主要的 对不对 进口的贸易伙伴 可以了解吗 好 这个我们从大陆进口多少 以原型图来说 你觉得是那个金额比较重要 还是比例比较重要 比例 原型图看的是比例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边当你点下去之后 你其实想要看的是2021年 他到底所针对这个国家 他到底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这件事 可是他又不呈现给你看 他只能呈现 partial 那个部分的比例给你看 好 你看 在这个地方比例多少 2.31 这不是我们要看的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我就暂时先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图啊 他 竖型图 他是按照面积大小排列 对不对 然后 如果 你今天看的是 他的数值 他就只会按照数值的排列顺序 如果你看的是比例 这个时候 他是按照比例的排列顺序 我其实是在讲废话 但是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逻辑观念 也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 这个值 这里面的值是不是进口金额值 改成比例 怎么改 好 在栏位 栏位 第一个是栏位 第二个是格式 第三个是分析 对不对 好 栏位 的值 记得吗 其实刚刚我们是直接勾了进口金额 点选 除非你手动去拖曳 你手动去拖曳 才会放 好 那我们点选这个进口金额 请把这个金额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就是 这个 可是 可是因为我没有呈现他的值 我没有呈现中国大陆的值是多少 可是 重点 你看 现在 本来是 本来是 数值 本来是 中国大陆 有没有看到 他是 4.3亿 对吧 这个数值 可是 当我今天把这个进口金额改成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他就变成 不是数值 而是百分比了 15.14 那既然是 全部都是百分比 所以当你点了2021 你看 他的排列顺序 就会改成 中国大陆什么 他现在改成什么 2021年 中国大陆第一 然后中国大陆与香港 还有 日本韩国 不好意思 这边 等一下 我要把这个中国大陆与香港拿掉 因为 一样的概念 中国大陆与香港 他是 他又在细分为中国大陆跟香港 对不对 所以 重复计算 等一下 我要把它拿掉 反正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用这张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去说明那个比例上面的改变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这个进口金额进口金额这个这个栏位从原本的数值你可以点选往下的这个箭头改成什么改成就是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可以吗 等一下我再教你格式的定义 两个动作 两个